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尼西米小组的成员 有六队印尼的牧师 他们从开始到现在 中间有些人进出 但这六队从头到目了都跟我们在一起 其中有两队 他们已经辞掉他们主任牧师的工作 然后来大部分时间参与在尼西米的里面 其中有一队夫妻就是这个父牧师 他们要开始做尼西米的工作 尼西米就是陪伴牧师的 陪伴牧师的 所以他们就是牧师的牧师 简单讲是这样 那这是我们在欧洲跟亚洲跟美国开始的一个服饰 我盼望他在正式做mentor以前 给他有更多的看见 所以把他邀请到美国东岸去 看两个华人教会 一个美国尼西米的小组 我特别安排了我们 有弟兄姐妹奉献 也是我们机构特别花钱 把他们从印尼请到纽约去 有四天三夜住在纽约City里面 如果你知道纽约City不是一般人可以住的 你就知道我们是花了多少钱要培养他们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的目的是要打开他的眼睛 因为他们在印尼那个地方 我想可能介绍一下印尼 大家对印尼都有很落后的感觉 对吗 可是印尼的教会都不是我们台湾这种教会 我们这种在台湾的这种教会 在印尼是小微型教会 台湾的大教会 什么灵粮堂 什么旌旗教会 就几千人的教会 在印尼都不算大教会 都不算大教会 这个父母式的教会 他们是在婆罗州 他们刚刚那个圣埃 刚刚从婆罗州北边 就是加里曼丹 你是去 去沙巴嘛 沙巴就是在婆罗州的上面嘛 他去沙巴 回来 他是在西加里曼丹 西加里曼丹就是婆罗州的西边 的叫做昆殿的这个城市 他的教会 我上次稍微提过 他的教会 他的母 他自己的那个本堂 跟他的九个步道所 每一个主日 每一个主日 实际出席的一年的平均人数 就是五千 五千 然后你知道 如果平均出席是五千的时候 那他cover的人数 就是一万到一万五嘛 对吗 一万到一万五 这是非常正常的 台湾的教会的出席率 都是这样 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 他们还有13个学校 从幼稚园 幼稚园 小学 中学 初中 高中 而且念他们的学校 那个是个印尼 印尼是个伊斯兰教 很丰富的 很丰盛的地方 他们进来的学生要签 说祷告的时间 印尼有五 一天有五次会放音乐祷告 放那个祷告的声音 你在上课之间 你不能祷告 你要知道伊斯兰的人 怎么会签给你这个东西 所以你说他们需要 要办得多好 人家才会签 一共有六千个学生 六千个学生 一家三口 那是最少的 印尼没有人一家三口的 一家七口八口是很正常 所以他们cover的范围 就一家三口 就六千就一万八 对不对 刚才不是一万多了吗 这样就cover三万人 他不是做不下去 他不是说像光州 我这种小教会的牧师 没事干 对不对 教会给我们薪水也很低 所以我们就不做了 不是 不是 他是大教会的牧师 是大牧师 他把工作放下来 他要专门做尼西米的工作 他去辞职的时候 当然他把下面一个主任牧师 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安排好了 然后正式交接给他们 你知道这么大的教会的 那个长职同工要多强悍 不像我们一天到晚 笑咪咪的嘻嘻哈哈的 没什么样子的 人家是很大的教会 他就把它交给他们 那天他们交接的典礼 我有看那张照片 那个才叫做 真正的交接典礼 那么大的教会交出去 后来他们教会还好 继续给他薪水 就说你要做这个工作 我们支持你 可是我要把它带到美国去 是你在这么大的教会 你有这么多的经历 可是你没有看过一些东西 我请问你 没有看过 是不是就不太了解 对吗 所以我才要讲真知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 搞到现在 你不知道我讲故事 在讲什么对不对 我在讲说什么叫真知 真知 你不真正知道的事情 你只是这里知道 你并不能够真正的体会 所以我把它带到那里去 是要给它做orientation 我要告诉它说 除了印尼以外 还有别的国家 谁不知道印尼以外 还有别的国家 台湾以外还有别的国家 你知道吗 可是你没去过 你没去过 不知道那个国家 它是怎么样的国家 所以我就带它去 我要让它去看 美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我不是说美国比较重要 我去带它去 我去带它去 带它去的时候呢 我就带它去看我纽约 我给你看几张照片 我就带它去 去了纽约 去了纽约 我给你们去 这就是父母师夫妇 这是我们美国尼西米的 负责同工 吕牧师夫妇 来过我们教会 对吗 这是父母师夫妇 这个是 漂亮的女人 后面你看到这是什么吗 对 金牛 对不对 这就是拜的金牛犊 你知道 这是华尔街 拜的那支金牛犊 每一个人都去摸 后来你猜我去摸了没有 对吗 你们都知道我不会 对不对 错 我当然去摸了 不是 不摸白不摸 第二我也不是为了钱 我只是摸一摸 看看 这个是我带他去纽约 带他去纽约 不仅带他去纽约 很多照片 你知道我非常不喜欢照相 我是为了今天 要跟你们讲道台照的 不然不照的 这个是那个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这是在DC 华盛顿DC 我带他去看 然后我们走一圈 我第一次在那个湖走一圈 我从来没有走过 从没有 我为了让他看 带他去 其实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美国已经去到 不想去了 可是我带他去看 说有这种地方 你要看 而且带他去郊区 这是Jefferson里面 这个就是Jefferson 他后面写了四篇 很伟大 Jefferson这个人 他写了四篇 我想是他自己写的 在那个年代 应该是他自己写的 我把它照下来 每一篇我读过去 都好感动 我说这才叫基督徒 我们这种都是混的 人家才叫做基督徒 我就跟他照了一张照片 在里面 我带他们去看 然后带他们去郊区 然后他们说 美国人住这种房子 他没看过美国人的房子 美国人的房子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牧师 这是在马里兰州的牧师 这是父牧师他们 我们去 他们弄了很简单的食物 跟我们 我就说我照一张照片 给大家看 当然了 不能免俗 要去看一下 自由女神 不能免俗去看一下 他们终于知道 真的有美国 我不开玩笑的 你没去过 你真的不知道 我从200 我从1996年 去美国到纽约 一直到今年2023 我没有拿 一年没有进纽约 没有 疫情期间 我还是去了 我还是去了 我每一年都去 原因是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到那边 我有一个感觉 我不是因为它的繁荣 我是因为它的多样性 它的多样性 我喜欢一个东西 非常的丰富 你知道 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长老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是很感谢神 你知道我们教会 学历高到学历低 我们教会 收入高到收入低的 差距是很大的 这个在大教会不稀奇 因为大教会 本来就可以cover很多 对不对 可是在我们这种小教会 你知道 那个差距这么大 其实我们的 服侍起来就很辛苦 因为我们彼此的距离很大 所以我们怎么样 给大家可以在一起 可是基督能在一起 基督使我们能在一起 所以我每次去纽约的时候 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是你可以看到最穷的人 你可以看到最有钱人 其实你看不出来他有钱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都还在坐地铁 你看不出来他是有钱人 可是你看得出来那个 那个homeless有没有 那个眼睛闪闪发光 做纽约的homeless 有什么好高兴的 对不对 homeless不是全球一样吗 但是你看到那个多样性 所以我就带他去看 我就跟他解释很多东西 他说原来美国是这样 他们充满了惊讶 他们充满了感恩 他们终于知道了 他们终于了解说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 你放心 我不是在吹捧美国 美国还有很多坏的东西 我只是说 如果你没有真正看过 你不会知道 我现在讲得很高兴 对不对 我讲得很高兴 对不对 那不过你真正进去过纽约的请举手 我们教会不少 请放下 我讲的你有感觉 对不对 那那些没有举手的 你没有感觉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件事情 你真知道跟你不真知道 是差距很大的 差距很大的 真知道一件事情 特别是你以前好像了解 好像知道 又好像不明白 你突然明白了 我告诉你 那种很令人兴奋 舒服的感觉 以及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 说原来如此 那是一种喜乐 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走过那个 就是那个纽约证券交易所 有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 纽约证券交易所 那个是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他说里面 我到那边的时候呢 很多人在那门口抽烟 我怎么搞的 那都是交易员 他们中间有个break 他们跑出来抽烟 你猜他们怎么上班 你知道吗 他包尿布上班的 因为你不能离开 你的座位几秒钟 你一回来 你的那个事情出大条了 包着尿布上班 小号都在 都在 就当场在交易那边处理掉 交易的现场处理掉 中间休息之间 跑出去抽根烟 然后换尿布 然后跑进来 你有听过这种事吗 哇 你知道这种事吗 怎么有这种事啊 因为他们一秒钟都不能出问题 一出问题就不得了了 如果你知道一件事情 你真知道一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说真好 就我们这次去的时候 又碰到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 他竟然请我们吃饭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吗 这个是我对不对 这谁 我们教会的余弟兄啊 我今天叫他特别来 是不是 他竟然跟我说 他在纽约要请我们吃饭 我高兴得不得了 你要知道 在纽约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 对不对 那有人吃饭呢 那赶快去啊 是不是 他请我们吃一顿很好的 中式的料理啊 所以我们有 这是他的妻子嘛 你美丽的妻子怎么没来啊 然后这是他女儿 他女儿长得非常古典 然后这是我们同工 然后这是他们的家人 一起去 在那边吃饭 很开心 他相遇故知 真是太高兴了 亲爱弟兄姐妹 当我们如果不是真知道一件事情 你只是模模糊糊知道 已经很开心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突然理解说 了解了 了解了 你的感觉是什么 高兴啊 高兴满足啊 再给你们看一张照片 这是 我不是跟你们说 我从1996到2023 每一年都进纽约吗 我没有一年例外进去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现象 这是 这个照片 因为你们对纽约不熟 这一个建筑物 这一个建筑物 看到尖尖的没有 这个建筑物应该是个住宅 是非常有名的 是最近盖出来的一个新的landmark 不是那一个one word 不是后来的双子星大厦 不是那个 那个更大 然后这个是非常有名 这个应该就是被域名盖的 被域名的设计 看到这个吗 弟兄都看不见这个字 对不对 姐妹都看得见 Tiffany 这是第五大道 这是第五大道 这是第57阶 西边的57阶 这边是西 然后这边是东 这样 你觉得这个颜色 你觉得怎么样 特别的效果 不是 原来就是这样 我从来不拍纽约的 我那天为什么拍呢 因为那天有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 原来那两天 加拿大 那几天是加拿大森林大火 所以把烟就一直往南吹 往南吹 往南吹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 你知道 你现在看照片是不准 我们的感觉就是 末日应该就是这样 就是太阳可以直接看了 你可以直接看太阳了 为什么 因为太阳被这些雾霾 这些东西盖住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看着太阳 这个颜色就是 雾霾的 就是全身的烧的颜色 那一天我就把它找出来说 到底 因为你们都知道 那个手机里面可以看到 空污指数 对不对 空污指数是零到五百 零到五十是叫做良好 零到五十是良好 五十到一百是普通 一百到一百五十是 对敏感的人不良 就是no good 然后呢 你会觉得不舒服 特别是对气管有毛病的人 在一百到一百五十就不好了 然后对一百五十到两百的空污指数 是对所有的人不良 就你一般人就不能这样子了 两百零一到三百是非常不良 一般不鼓励你到外面去了 你就要在家里不要出去 三百以上就不用说了 叫做非常有害 非常有害 空气造成你的威胁 跟你的紧急可能发生的疾病 你在那天 就在这个时候多少度吗 三百二十八度 我这几年进纽约 早就人家没有人在戴口罩了 而且政府也说可以不戴 所以你知道美国人是 说可以不戴 他就是一定不戴 你就根本看不到人戴 那天所有人乖乖戴上口罩 政府说不必啦 没有疫情了 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对身体有害 所以自动自发戴起来 对吗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 我看到那个父母师 他们也戴了口罩 可是就是 哇我们都哇 你知道那很多人像我一样 拿着照相机一直在照说 怎么纽约有这种样子 可是那父母师他们 就这样子静静的这样 我就跟他说 父母师这个 我就跟他解释说 我说纽约真的不是这样 人家纽约原来很漂亮 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我理解 我理解 我说你理解什么 他说我们家里漫单 常常在烧森林 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这样 这样没有太不正常 我们那里比这个还严重 我说啊 他说所以很正常 你看 你知道一件事情 跟不知道一件事情 大惊小怪 他认为正常 他说我们那里 看不见了很多 烧起来根本前面都看不见了 所以真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情 当你知道了就不奇怪了 那我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 讲这个东西 我告诉各位 当你真知道一件事情之后呢 不仅你不觉得奇怪 很开心 而且带来改变 带来改变 就是有些事我准备怎么做 有些事我不准备这么做了 同意吗 真知道娶太太很辛苦的 都不敢娶太太你知道吗 所以娶了都是不知道的 才敢进去娶 娶了 后悔都来不及对吧 事实上 当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之后 你就会完全改变 但后来你才发现说 娶嫁之后 其实要改变的不是对方 要改变的是我 你突然又争知了 你就带来喜乐 为什么 因为对方改变不改变 又不是我的事 应该改变的是我 有没有很高兴 可见你们都不争知 你看对我说的 如果你争知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这么简单 又不需要动它 只要动我自己就好了 而且动了我就会改变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是这样 你到底了解不了解 这件事情处理的工作顺序是什么 当你争知到之后 你改变了心态 立场和想法 你就改变了 所以我再来确定一次 上次你们有没有听懂 人要得正确的知识 要先正确地认识耶稣 其实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我前面就说过了 我们很多人把这个信仰 把基督教的信仰 把基督教这个信仰 当成跟佛教一样 跟一般信仰一样 可是至少我知道伊斯兰 至少我知道伊斯兰教 跟基督教有一个相同的要求 你先不要管拜真神假神 他们的要求跟我们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信仰等于你的全部 你的信仰等于你的全部 可是因为我们华人早期 我们是接受多神信仰的 所以你要换成一神信仰以后 而且要全部听他的以后 你那个开关开不过来 所以你就会一直是用 多神信仰的概念 来经营我们的生活 只不过礼拜天是专属于上帝的 所以把它开成基督教模式 就来教会了对不对 或者碰到基督徒的时候 偷偷开一个模式 变成基督徒的样子 基督徒又没有基督徒 这是我们的做法 可是No 你这样其实很辛苦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 就是信仰生活化 用一般非常简单的话讲 生活信仰化 我不是要你每天口里 每天都说Hallelujah 我也没有要你每天说 感谢主 赞美主 有时候这样子也很烦 你知道吗 是说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到底我们相信是什么 到底我们知道是什么 所以知道最重要 就知道 你知道了没有 你知道什么 那知道什么呢 如果人要得正确的知识 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耶稣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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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创造者 创造者一定对于 这个被创造的东西 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对吗 不然他就不用创造这个 电脑他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因为两岸很紧张 电脑现在在讲打仗 然后乌克兰他们跟俄罗斯 在打仗这件事情 又影响我们 所以大家一直在讲打仗 你知道一个军舰造出来 有什么目的是做什么的 一个飞弹做出来是什么目的 那都是造的人 他自己就要先想好 所以他整个的设计是什么 是能达几百公里的 是要长层的 短层的是什么 他那设计者都要有他的目的 如果耶稣真的是创造者 那他对我们一定有一个目的 对不对 那你使用错误就会造成困扰 他又是救赎主 他又是管理宇宙的 护理的主宰 所以认识他 透过他的眼光认识他 跟透过他的眼光认识我们 非常重要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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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要知道 我下面要讲下去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怎么认识他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就很痛苦 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 我们又是他救赎的 我们又是他护理的 然后他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他怎么想 我们都不知道 那你不会觉得活得卡卡的吗 你有没有觉得 你现在活得卡卡的 You know why 因为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所以你活得卡卡的 有时候很顺利 我们就很高兴 说上帝对我真好 有时候不顺利 又说上帝对我不好 那所以因为我们不了解他 所以我们就有困难 你要知道 一个东西它有一定的 如果你真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很开心 我记得我在台大读法学院的时候 那时候法学院还在 那叫什么路 徐州路 在徐州路那边的时候 我们有个法图 有一个法律系的图书馆 我花很多时间在法图里面 后来到法律研究所的时候 在法研图里面 我也很喜欢去图书馆里面 我都跟那个图书馆管理员很熟 因为我一天到晚都进去图书馆 就这么很熟 我就问他们很多东西 你知道我们还书的时候 都要他去上架 你不能帮他上架 因为你上错了 别人到时候书找不到 书找不到 所以我就跟他们很熟 那我一天到晚都泡在图书馆里面 所以找书什么 同学不懂也来问我 真的我不懂 我就去问那个管理员 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找怎么找 然后后来找不到书怎么办呢 就一定别人借走了 对不对 那他就有个借的 你去查查查查 有的时候连借也没有人借 那本书就不见了 那有可能是被偷走了 那也有可能是去管理员那里问 管理员就会告诉你 查查查 他说好 某个老师拿走了 但是他不要让人家知道 是他借走了 所以借条在我这里 原来是这样 所以那本书找不到 很多的事情 你找对人才能够解决问题 对吗 你没找对人就解决不了问题 有一次你知道我多高兴吗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书 查错了 因为我跟管理员都很熟 那个我就找找找找 后来看起来 那本书查错位置了 我就很高兴地跑去 跟那个管理员说 我说 我抓到你 你没有好好的工作 他说怎么了 我说 我找到你 那个有一本书查错了 他走过去看看 对 真的查错了 他就拿起来放过去 他走过去 小声地跟我讲一声 也不一定是我查的 学生拿出来 看完来说查了 把他查错了 我说原来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吗 对吗 我请问你 这个是日常生活很常碰到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很卡吗 因为我们跟神不熟 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想事情的 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 如果你一旦知道他怎么设计的时候 就变成 很多的时候你会生气的变成不会生气 人看该生气的你也不生气了 为什么 因为你搞懂了 上次我们讲什么呢 第一 耶稣对于神迹做出正确的解释 我在我们教会一直讲神迹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太爱神迹了 可是神迹 在圣经里面的神迹是个记号 就是神做了这件事 这叫做记号 重点在于记号 重点不是那件事情很神奇 能够区别吗 我希望你们真的很快乐 真的很高兴 就是你要真知道 一件事情很奇怪 不一定是神做的 说不定是臭巧 有没有可能 有啊 那臭巧你就白高兴了嘛 那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神真的做了 即使它看起来对你现在不利 它仍然是神迹 这样可以接受吗 不是每件顺利的事情 神奇的事情是神迹 有的时候不顺利的事情也是神迹 因为神要做这件事 随便举例 圣经很多啊 讲一个大家都很容易接受的 保罗不是说有一根刺在我身上吗 三次求主 主都不拿掉 他说这就是神的旨意 有人这么有被虐待狂吗 你得了一个病 一直求神拿掉 神都不拿掉 你说这是神的旨意 你是阿Q啊 不 这就是神 这就是神做 所以神迹是神做了这件事 我们是喜欢神迹的结果 我们不是要确定这是神做的 我再讲一遍 我们喜欢的事情 我们终于得到这个好处了 可是我们的重点没有放在 这件事是神做的 所以万一有别的神 别的人 别的非神 做了一件事 让你很顺利 你也会接受嘛 同意吗 可是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神迹的缘故是 神做这件事 而不是这件事情对我是顺利的 OK 所以不是每一件事情 顺利都是来自于神 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我们赞美主嘛 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很努力 所以成绩很好啊 所以赚很多钱啊 所以婚姻经营很顺利啊 你都可以这样想 但是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 跟神迹没有绝对必然的关系 我讲 我很多的例子 太多的例子 我就讲一个 比较牵涉比较多人的一件事情 2007年欧华成立的起初呢 我不必常去的缘故就是因为 因为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护照 很好用 很好用 我们去欧洲呢 一个签证 当时可以用生根很多的国家 那后来现在我们是更方便了嘛 对不对 一次进去三个月都不用出去 你出去之后再进去也没问题 这样一年不要超过六个月就好了 可是因为我需要在那里办身份的缘故 就是因为学校要登记在谁的名下 所以也不敢登记给别人 当然本地要有人 可是我也要进去 所以我就开始申请 这个叫做签证 就是居留证的签证 就是居留证 那个居留证就是要在那里面 住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去欧洲 就是要把那个居留证保留下来嘛 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是2010年 2010年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告诉我说 李长老我们这里的处都非常慢 所以你要留很多的时间 你不要这样子每次进来就出去 这样子 我说好 我就很多嘛 很多是什么 那我就心里想说 我说很多一定要留在西班牙嘛 他说不是欧盟只要生根 你都可以去 问题不大 可是呢你要先拿一张条子 说你的护照是被他收走 我的护照是被他收走嘛 所以我就没有护照 我就有一张那个单子 有一张单子可以 不是 护照没有收走 它上面盖着印章 然后就是有一张单子 可以夹在护照里面出去 这样 可是你不能离开欧盟 你一离开欧盟就出问题 我就在这样子 后来我飞到的那一天 我那一天正好我平常很少坐那个飞机 坐太行的 坐到这个 这个 德国转机 在慕尼黑转机 转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 然后再转到这个 这个巴塞罗那 然后晚上都半夜一两点 然后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九点就要去递交那个 那个签证的所有的表格 因为你拿的是 我拿的是宗教签证 所以拿进去要去办 第二天下大雨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我们学校的那个职员呢 就把我私教统统整理好了 他说拿了你的护照 跟你的相关证件去带我去 去到那边的时候 到那个办移民的地方 哇 门口都是人 都是人根本挤不进去 可是我们那个小职员就说 你知道吗 我们走 我们走 我就说这么多人挤不进去 他说没关系 他说我走前面 你跟着我 我就跟他后面 一直挤到前面去 根本进不去 那门口那个人一直在看 很多人一直递给他 后来呢 我们那个职员就递给他 那个人一看了也说 好 你们进去 旁边的人说 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 我们都在那边排队啊 为什么他可以进去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进去 反正神通广大嘛 对不对 我们的小职员 进去之后呢 我就很高兴地进去一看 不得了 你知道里面怎么样吗 更多人 里面一屋子的人 而且外面空气还好 里面空气真是不得了啊 那是不得了啊 因为各国的人都在里面 特别是北非的 很多人想要弄身份嘛 就这样 上面一排的那个 像我们那种灯有没有 就是红的灯的 伞灯那个的 就是英文数字 然后会有一个 突然出现一个 号码灯 很多一排在那边 然后我们那个 那个职员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你站在那边不要动 等一下人这么多 我等一下找不到你 我去办一点事情 我说好 我就这样 站在那边不敢动啊 人都挤着嘛 结果我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应该是非洲的人 就这样子 就这样动我 我说干什么 他就指那个 说你的 是你的 我一看 他偷看我的号码 他偷看我的号码 我一看 他就说快去啊去啊 我才进来 真的站了没有一分钟 他叫我去 怎么可能的 这么多人怎么轮到我了 怎么轮到我了 后来我就把那个职员叫过来 他就说 他赶快走赶快走 21号 就跑到21号那边 那边不像我们那种 这种柜台 它是这种桌子 你可以坐下来的 因为它要打很多的资料 到21号 有20几张柜台在做事 到21号 所有都有人 21号没有人 所有的机器都没开 为什么呢 后来我们就问隔壁 隔壁说 那21号请假 那21号请假 为什么那个灯会亮 你听得懂吗 你们有没有去办过事情啊 那个灯亮 就表示那个人按的嘛 他按说21号可以办嘛 后来我们就想 他说没有嘛 这个人请假 我说那为什么21号灯 21号灯怎么会亮呢 就没有人啊 这样子 后来就站在那边 后来就说 那叫supervisor来 那supervisor就来了 我们就给他看 他说没有 他说这个人请商价 因为他家人有人过 他就向他追思礼拜 所以今天不会来 我们说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都来了 而且我们轮到我们了 然后你说他商价 他就说好了好了好了 我帮你去问 就问去问16号 16号说 这个宗教签证呢 才刚开放没多久 没有人会弄 只有21号会弄 一定得他来 那我们就跟那个人 说要怎么办呢 那他说没办法 他说你明天再来 你知道西班牙文说 明天再来 是他们的口头禅 永远是明天再来 这样 所以我们就说 一出去 就这样就回不来了 后来就一直讲讲讲 讲到那个supervisor说 真的没有人会办吗 不是我不帮你办啊 对不对 后来我们就要走 要走的时候 听到高跟鞋的声音 卡卡卡走过来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supervisor 一回头 吓一跳 那21号来了 来了 然后来了 就坐下来 他跟他说 你不是今天请商家吗 他说对呀 他坐去 他要追逝一半 后来想想 没事就跑来上班 我告诉你 那是你们 因为你们不知道 我告诉你 西班牙人没有这样的 Never heard 怎么有人 请到假了还来上班 他是来上班 都还想请假 对不对 那就请到假 没有 后来就 他就 他讲 那个人 supervisor好奇怪 他说 就这样 他就开始上班 打了 他就说 资料没有来 那我们那个职员就说 拜托你看清楚 因为你知道 西班牙人的办事员 非常 非常 非常马虎的 他说 他真的没有进来 然后他就问你一句说 那请问你们 是什么时候入海关的 我说昨天晚上八点钟 你知道把那个 把那个办事员气死了 昨天晚上八点钟 你现在十点在这一边 所以才十四小时 你是在德国入境的 德国你入境之后 他所有资料整理完 要发到马德里去 因为马德里是首都 对不对 马德里全部检查完毕 才发到我们巴塞罗那来 巴塞罗那发进来之后 我才开始办 他说你没有三五天 是下不来的 怎么可能呢 那我们说 我们怎么知道呢 他就说 就是应该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他说 那你们回去吧 我们那个小秘书 就跟他说 拜托啦 你再帮我查查 他说这不可能嘛 后来小秘书就说 这是我的电话 你可以留吗 他说我不留 他说我不留 他说你们打电话进来 问说 那个有没有这个东西 才过来 那小秘书就 拜托啦 拜托啦 把那个秘书 你帮我拿着这样子 然后很不高兴 丢到那边 我们就走了 我们就走了 所以非常难过 其实很正常 这比什么好难过 你知道 就我们快要到 我们车子的时候 我们那秘书的电话 响了 拿起来看 啊 叫我们回去 这样 我们就跑回去 跑回去 然后边打 边念念有词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昨天晚上进来 怎么今天就已经 到了我们这里 处理完了之后 就把资料给我们 下面我就 长话短说 我还要去警察局 还要去照相 还要去按指印 下午两点钟 全部办完了 你要知道 你是没去过西班牙 你去过西班牙 你就知道是 绝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 按指印 他按指印 按十个指印 他可以慢慢按 我都不懂 你就给我指 我这样 这样 这样 他要他自己扶着你的手 要这样按 按 然后看 按不好 又再来一张 搞十个指头 而且他要他按 你不能按 他要按 那当然他们的原因 弄完了 签名 我签名 他说这个你再签一次 又再签名 不是我签名怎么样 还要你管吗 对不对 他就要管你 管后来 好就走了 我们一走 门就关了 那是我们最后一个进去 我回去就跟他们讲 哇好高兴 后来那个当地的同工 就跟我说 李长老 那你会在我们这边 很久了对不对 我说对啊 二十几天啊 他说二十几天 怎么可能 他说李长老 你怎么搞错 我不是告诉你说 你要很久吗 我说二十几天 还不够久吗 就办一个签证 就办一个签证这样 他说李长老 最少六个礼拜 我说对不起啊 我说我只有二十几天 他说没有 六个礼拜 工作天 就是五乘以六 是三十个工作天 但是你要六个礼拜 因为一个礼拜有七天 我就这样走了 后来我就到各地去服侍 服侍完了 我就跑去找我那个职员 我说你觉得 他有没有可能做好的 他说李长老 不可能 他说你才过了二十多天 不可能 我说你可以陪我去吗 他说我不敢陪你去 他说因为去是不可能找到 他不会给你的嘛 我说说不定他来了呢 他说就不会有这种事啊 因为我们在这边这么多年 就没有这种事情 后来我们就去了 你知道 我去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东西给他 那个秘书就给他 我站在后面这样 他就从头里面抽出卡片 一张印象抽出来 抽到 因为很多一大跌嘛 都是要来领的嘛 他抽到最后一张拿出来说 这个是你吗 我拿到了 二十六天 你知道二十六天是从 起初算到那天 二十六天了 所以三个礼拜半 就办出来 你觉得我喜不喜欢这个结果 喜不喜欢 顺利不顺利 是不是神机 可是重点不是很顺利 我当然喜欢这个顺利 我当然喜欢这个结果 可是那一次 我非常的敬畏神 我产生一个感觉是 主啊 重点不在于顺利 顺利是一个结果 大家都喜欢对吗 可是这件事情出于你 因为我后面很多的行程 都不是故意 早就排好了 要到哪个国家 我要到哪个国家 我要出欧盟 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神机的重点 注意听 不是那个结果很好 神机的重点是 神在这里 先注意啊 神在这里 神在这里 你说那我怎么知道 神在这里呢 那当然有个就是神机 对不对 神在这里也不一定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在节期的部分 耶稣做出解释 上礼拜我也提到 祝鹏节是犹太人的节期 他们享受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他们对上帝过去的纪念 过去的工作在他身上 他很感谢 弟兄姐妹 当你软弱的时候 我建议你做一件事情 想一想以前上帝对你做的事 上帝是怎么救你的 上帝是怎么解决你的问题的 我有多少次从死亡的边缘 出来 我当时都知道是上帝 可是久了就忘了 等你软弱的时候 你回去想 上帝是怎么恩待我们的 纪念上帝过去的作为 还有他们在祝鹏节的时候 他们在一起欢乐 一起高兴 可是你知道 上次我特别提到 耶稣解释祝鹏节的时候 是跟他们讲 重点不在于你们在一起团契 重点也不是你们离开家 搬到外面的帐篷里面 重点是你们在纪念神的作为 对不对 但是我已经来了 耶稣的重点是我已经来了 所以神同在这一件事情 透过耶稣显现在他们当中 耶稣说我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也是这样 主日不只是主复活的纪念日 那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 礼拜天早上起来 我们都特别感恩 因为这是复活的纪念日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也一起来生活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 你会觉得我们教会很热闹 很欢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真的蛮彼此相爱的 我们也很喜欢在一起吃吃喝喝 聊天 开心 交通 然后我们的软弱 不怕让别人知道 我们的软弱 不怕让别人知道 当然要有安全感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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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觉得在一起很棒 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节旗的重点 是耶稣基督才是重点 他在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神与我们同在 在祝鹏节的时候 就变成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旦知道这样的以后 我请问你来教会高兴不高兴 弟兄姐妹在一起 欢乐不欢乐 早上 我真的是这两天 我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难过 因为我们本来有好几个 六姐 张妈妈 我们还有好多人 本来都要一起去退休会 临时有时 当然都是不可规则于他们 对吗 他们没有去 就心里想 好难过 因为好想 大家可以在一起 三天两夜 在一起吃饭 聊天 聚会 他本来说要去了 他没有去 以前我们还没有 还有后面那位 永俗也说不能去了 本来说要去 好失落 本来想说难得 有机会可以在一起了 在一起真好 可是祝鹏节的意义 不只是这样 祝鹏节的意义 是神在我们当中 这个最好 因为人可以分离 人也有不一定在一起的时候 可是神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耶稣对节旗 做出正确的解释是 他自己才是节旗的中心 第三 上次我们讲到 耶稣对律法 做出正确的解释 律法是什么 旧约的律法 就是神心意的显明 因为神心意不容易明白 所以把它写成文字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17节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就是借着摩西传出 神心意的成文内容 借着摩西 神借着摩西 把他内心的想法 让摩西把它写下来 其实是神写给摩西的 让摩西公布出来 可是恩典跟真理 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不是律法不要了 不是律法 律法当然要 因为律法是成文的东西 律法是文字的东西 律法是神借着摩西 把神的心意写出来的 可是恩典和真理 是耶稣基督自己来的 换句话说 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律法并没有失去 因为那是成文的东西 可是我请问你 成文的解释 会不会解释错 如果不会解释错 那今天打什么官司 打官司就是对法条的解释 有意见 打官司的缘故 就是因为证据的问题 打官司就是充分不充分的问题 还有很多是解释的问题 所以律法怎么解释 是透过耶稣基督 活出来的解释 这个非常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地上 为什么我们请大家 这么努力地读圣经 是因为把圣经读好 为什么我八月要开那个造就班 就是把圣经读好 你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可是比这更重要的 我应该说更重要的 那就是 耶稣说 我来没有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没有 这个先知是先知书的意思 律法书是摩西五经 先知书就是旧约里面 许多的经卷 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什么是成全 就是完全地解释出 律法和先知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以外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也就是神的心意 要成全在我们当中 可是神的心意怎么成全呢 是透过他活在我们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一个缘故 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身 因为他是恩典和真理 他是实质的那一位 实质的那一位 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耶稣我知道 我怎么经验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你讲得很好 你讲得很多的见证都很好 问题是我跟他不熟 你跟他比较熟 那怎么样会更熟呢 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满足 真正的满足 真正的满足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还有一个部分 是后面的部分 其实我特别留下来的缘故是 上个礼拜我觉得上个礼拜讲的那一个 经过一个礼拜你里面沉淀之后 我今天又再讲一遍了 我今天讲了一遍 就上礼拜都讲过了嘛 对不对 我只是从比较偏的角度 再讲一遍 是要让你确定你所听到的是什么 律法 神迹 节旗的中心点 都是耶稣 可是今天的问题是 耶稣是已经回天家了嘛 对吗 他不是复活升天了嘛 对不对 坐在父神的右边 那今天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所以一个人要得到真正的满足 这一段讲到的第二段就是 要真正享有圣灵 这里提到满足 满足是一个很难描述的状况 对吧 什么叫满足 满足是一个很难描述的状况 但是在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满足 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满足 比如我们肚子很饿很饿 给我们食物吃 吃饱了我们就很 对吗 对吗 或者我们觉得很冷很冷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讲道完了 那个长老才很好心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们到外面走走 我说 他说我们这里的那个圣诞 Christmas那个 非常漂亮 带你去看 他就带我去 然后就带我下去走 我其实是穿着西装 可是你知道 台湾的西装在美国的北边 是没有用的东西 你知道吗 我下去 我就是冰到不行 可是因为他自己里面又穿好几件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他还跟我说什么呢 我就不走过去了 你自己走过去那边再走回来 他就回车上去了 你知道吗 就让我自己走 他说我看过很多次了 你就过去看 结果我就冷了个钥匙 你知道吗 就我穿着单件 因为讲道的时候就很怕很热 穿着 我就走过去 然后赶快走回来 我根本没有什么看高 他说怎么样 还好还好 赶快上车 冷了个钥匙 如果你冷了个钥匙 给你冲个热水澡 你就立刻满足了 满足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在一个空气稀薄的高山上面 或者我们在水里憋气憋久了 氧气不足 等我们吸到氧气的时候 我们就 你们都没这个经验 我前不久不是 我第一次得COVID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直渴 一直渴 就吸不到空气 后来我就跟那个Brand说 Brand说 他说搞了半天 你是不是有气喘 我说我小时候气喘 几十年没气喘 他说糟糕 他说你可能要用气喘的药 他就拿气喘的药来给我 就那个喷的有没有 那个喷的 那个叫什么 气喘喷雾式吸入气 是扩张支气管的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气喘了 我小时候气喘完全都忘了 你知道那些喷下去一下 过了几分钟之后就 满足了 因为吸到空气了 看起来你们很少满足 满足是一个不容易描述的 但是非常真实 不仅身体需要满足 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智也需要满足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非常美好的音乐 当然每一个人喜欢的音乐不一样 你们对今天早上的敬拜还可以吗 那是你们真的很年轻 对我们这种老年人需要适应一下 我真的第一首的时候 我起先真的唱不下去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以前唱得多庄严 被他唱得这么摇摆 你知道吗 后来 我一会儿就好了 我们喜欢的音乐的形式不一样 当你碰到你喜欢音乐的时候 你觉得心灵很满足 我们进到大自然 看到美丽的创造的时候 你会很满足 2011年我到 我到 马德里去 因为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你来西班牙这么久了 你到过足球场没有 我说我没进去过 他说你要不要进去看一次 就为了要去足球场 因为那天比赛在马德里比赛 我们还坐高速火车 到了那个马德里进去看 看那个现场的足球 这一个 我没有用那个影片给你们看 因为我第一个我也不爱照相 我随便挑了一张 这里面可以坐11万人 11万人 这个是在踢球 现在快要 快要已经在进去里面了 不小心会进去 我在那边 我第一次到球场 我没有想过 为什么 我以前不懂什么叫做 球场打到 踢球 踢到要打人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我在里面的时候 还没开打 还没开打 所有人都喊到没有声音 神经病 我就看到他们想到 没声 我就说 怎么会搞成这样了 后来 你猜我那天出来还有声音吗 他们还都认识每一个球员 然后就在那边讲啊 讲啊 我不是 可是你知道那种气氛 感染到 我后来知道为什么 那个足球场的椅子都很小 都站着 他们都站着 都站着 然后根本旁边是谁都没关系 都挤来挤去 就高兴到不行 那个球踢过去的时候 这边坐下来 那边又站起来 你不站起来也看不见 因为前面的人都站起来了 那个唱歌 你要去现场看才知道 每次巴塞罗纳打球 在主场 如果主场在巴塞罗纳球场 你知道打完 如果是巴塞队 赢了 他出来的那整条路的 所有的商家的玻璃都打破 他赢了 这都打破 为什么 高兴啊 那如果在足场打输了呢 也打破 然后整条路上的车子都把你烧掉 你神经病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等到巴塞罗纳要打球的时候 那个车子都不要开到很远的地方去 因为你在那边 他不高兴就把你把车烧掉 他高兴就把玻璃打破 不高兴也把玻璃打破 也把玻璃打破 然后把车烧掉 那有意思吗 我告诉你啊 你一定要跟他们在一起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满足 我们 我们常常会说嘛 爽啦 就这样啦 你进去看就知道 你知道我那天在那边 我真的是 我起先还觉得说 都是神经病 可是刚刚过不久 我就站起来了你知道吗 后来就跟人家喊 我也不知道在喊什么 因为隔壁喊了嘛 你就要喊嘛 对不对 而且你会发觉说到那个地方 你还真敢喊 还真敢喊 因为旁边都是神经病 在那边 你知道什么叫满足 满足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是当你突然 你觉得这个东西 暂时 不需要别的东西了 你这个就够了 这个叫满足 我把满足下了一个定义 什么叫做满足呢 满足就是我暂时 不需要别的东西了 我这样就好了 叫做满足 可是弟兄姐妹 满足有时候很短暂 对不对 怎么样才能够满足呢 怎么样才能够满足呢 耶稣在第七章讲说 知识满足人的理性 只有圣灵能够满足人的心灵 我们身体会饿会渴 吃了喝了就满足 我们理性也是如此 你知道理性有各样东西 可以让我们满足 当我们有各样的知识 资料 有趣或知识性的 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突然得到满足 我们突然得到满足 我特别请于国定弟兄 来我们教会带读书会 来我们教会带读书会 我以前风文有他 他终于来我们教会聚会 现在固定在我们教会 我要叫他在我们这边 开读书会 他带了十多年 都教人家读书 他读书给别人听 读了十多年 这次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聚会 就我们那十个人吃饭 那我们当中有一个人 是那种编辑 你们知道编辑吗 编辑有一种性格 你们知道编辑的性格是什么吗 叫做专门挑错 就是你一百个对 只要有一个错 他就说你错了 好烦哦 我一百个对 你怎么都不说啊 不 因为他是编辑嘛 所以他就挑错 弄了耳朵就是很令人讨厌 他就会专门听到 那个他不顺的东西 后来我就跟他介绍说 这个是于国定 他说我以前知道他 可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后面就聊聊聊 他前两天写给我 我念给你听 他说这几天终于找了时间 听了于国定的几个podcast 他说这个人还蛮厉害的 能把一本书介绍的 简单 清楚 生动 能够把一本书介绍的 简单 清楚 生动 你知道编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 讲话不多说 他能够用一句话讲完 不用两句话讲 如果他可以说 说于国定带我们读书 简单 清楚 生动 简单就已经不容易了 对不对 那清楚就更难了 最难的就是生动嘛 带给我们心灵的满足 带给我们知识 知性的满足 可是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心灵 会得到满足呢 耶稣说这句话 我们来读 好不好 37到39节A 预备 请 节期的末日 可以到我这里来和信我的人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那一段 是已经到了节期 就是祝彭节的第八天 最大之日 他们有一个典礼的仪式 就是要把西罗亚的池子 咬出来 然后倒出来 就表示水很多 表出这是丰富的东西 结果耶稣就站在另外一边说 说什么呢 说人如果渴了 到我这里来喝 人如果渴了 到我这里来喝 你不是跟人家 人家在那边国庆 你在那边干什么 对不对 人家那边搞大的 你在那边 一个人在那边讲什么 他就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个当然后来大家才明白 他当时讲的时候 大家都不明白 他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心灵满足到一个地步 就是从里面有永远留不完的 那种满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羡慕羡慕这个东西 就是我流不出来 永远就觉得很满足 很满足 人心灵上没有归属 人心灵上没有满足 如果是这样 你物质生活 不能真正完全满足我们 重要的话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人的心灵没有归属 如果你的人的心灵没有满足 那么物质生活 不能真正的完全满足我们 工作的成就也不能完全满足我们 甚至有美好的家庭 都不见得能够完全满足我们 这些顶多满足我们的身体 满足我们的理性 可是我们的心灵却仍然有空虚的状况 我们从这个社会就看得出来 我问你吃药吃到多好 你才满足 好了还可以怎么样 更好 更好还可以怎么样 再更好 更好还可以怎么样 最好 以前我们都说最好是最好了 现在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对吗 最好上面还有 前两天我一个朋友 他跟我约了说 李长老 他说我回来台湾只有三天两夜 可以见面吗 那个是个老饕 那个是个老饕 他吃东西喝酒都挑到不行 不是贵 而是他很 他嘴巴非常刁 非常刁 你知道嘴巴非常刁的人都喜欢自己做菜 他每次跟我说 李长老 吃饭 我说好 我说怎么样 吃哪里 他说我煮 我第一次他说我煮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说 外面吃就好 搞得你煮 对不对 我多辛苦 后来原来是 他更爱煮饭 他煮给我吃 然后吃的时候 我加这个好不好 加这个好不好 把我当实验品 可是他真的很会煮 很会煮 你知道 他 所以有时候我到一个国家去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这个国家哪个东西好吃 他就告诉我 你去哪一家店 叫人带你去 那家店好吃 他就有一次 我就说我在巴塞伦 他说你 他说有一家店 他说那个菜上来 他说我一吃我眼泪都掉下来 这叫老涛 老涛 他就跟我说约着见面 那我问你 要吃到怎么样才能够一直流眼泪啊 我需要吃饭吃到一直流眼泪吗 请问职位要做到多高才能够满足呢 你即使做到顶 他仍然不会满足的 所以最近有几个生意人都想选总统 有没有 美国那个选完了 现在下次他还要出来选 他还要出来选 就想去做国家的领导人 可是一个人做到国家领导人 就满足了吗 没有啊 因为还有比国家领导人更重要的 对不对 那就是什么 世界的领导人 永远不会满足的 为什么他不会满足 我告诉各位 名誉怎么样可以满足 好名声好不好 还要不要更好 我们教会都认识你了 都是好名声好不好 不够好啊 台北市人都认识呢 不够好啊 台湾的都认识了呢 不够好啊 华人都认识你的呢 不够好啊 永远不会满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人永远不会满足吗 因为你心灵没有满足 只要你心灵没有满足 什么满足你都不会满足 最近台湾开始流行me too了 对不对 开始流行me too 其实me too这个事情 很多地区很多国家 很多时代都有 而且很严重 很严重 我们就觉得有些人真的很怪 看了好多的资料觉得很怪 我讲的是没有定验的都不算好不好 我们要讲说那个已经在法律上确定他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而且他也认了 有时候你看到那些资料 你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你是有什么毛病啊 我有时候开玩笑说 你这么需要你不会拿钱去买啊 为什么要欺负别人啊 可是你知道他其实不缺那些东西 他是心灵不满足 听得懂我讲什么吗 他其实不缺 他是心灵不满足 他不是肉体不满足 他是心灵不满足 为什么有些人有钱还要再有钱 你知道有些人有钱到一个地步是 他都不知道怎么办 他还要更有钱 你不懂为什么 我告诉你 因为他心灵不满足 所以当一个人心灵不满足了 你渴了还是要再喝 你冷了还是要穿 饿了还是要吃 可是当你心灵满足以后 很多一件事情 很多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其他的事情都不怎么样 没有真的没关系 那心灵怎么样可以得到满足呢 那就是圣灵来 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是从耶稣得荣耀开始的 得荣耀 那得荣耀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得荣耀就是他丧死之家 三十九节B 大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 这是第七章讲的 后来耶稣终于得荣耀了 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了 他说我父因此得荣耀 我荣耀了你 所以耶稣得荣耀 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他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 后来他就死了 就埋葬 就复活 后来他得了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直等到圣灵来 我们才知道原来 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直不懂 因为我们一直看了耶稣在外面 对吧 耶稣跟门徒他们是在外面 他们是一起 可是今天我们在座 所有的弟兄妹妹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圣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 注意听 这是圣经上说的 他说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我们也这样相信 所以当我们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可是有关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多讲两句就结束了 耶稣说 我如果不去他就不来 我如果去就拆他来 所以耶稣后来就去了 对吧 回天家了 后来圣灵就来了 就住到我们里面了 后来像我们现在的人的事 当你信耶稣的同时 圣灵就进来 就进来 这是一个事实 事实 有的时候我们看得见 对吗 我如果现在走下去 打光之后一巴掌 这个是个事实 你们都看见了 对吗 这是你看见的事实 可是有些事实是看不见的 有些事实是看不见的 我们大家都做这个动作 吸气 吐气 事实是你吸到空气了 对吗 你有看见吗 没有 你没有看见 你没有看见空气 有些东西还是没有感觉的 还没有感觉的 我常常问你们这个问题 来 有在心跳吗 有的话等一下找 我们有医生现场 可以把你处理 你怎么会感觉到你的心跳呢 如果你感觉到你的心跳 问题就大了 你不会感觉到你的心跳的 正常状况 你不会感觉到你的心跳 除非你去跑步 除非你有很大的动作 不然你不会有心跳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你已经习惯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件事情 有的人有感觉 有的人没有感觉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不一定能体会 更不一定常常有感觉 耶稣说我去了就拆他来 所以圣灵都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可以常常去体会他 常常借着跟他的互动 能够认识他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讲起来 好像你跟圣灵很熟 多交往就多会熟 对不对 多交往就多会熟 你不来往怎么熟呢 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 我们不熟嘛 对不对 你常来我们就会熟 有时候你对他的解读有问题 他怎么这样看我 其实人家是眼歪 不是故意的 你熟了就知道 没有问题 他是真的有正眼看我 不要说他斜眼看我 人家是正眼看你 那你熟了就好 跟圣灵也是这样 因为这个缘故 真知跟满足 是我这一次 连续两个礼拜跟你们讲 我们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有真知 你就会满足 真知是透过认识耶稣 满足是透过圣灵的同在 你就满足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经历他 让我们可以享受他 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你每一天都有一点点的时间 安静的时候说 你在这里吗 我可以跟你有点互动吗 然后你把你的想法跟他讲 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回应 百分之九十九 你没有听到回应 没关系 明年就百分之九十八了 再来就百分之九十七了 你会越来越快 你就常常有跟神 有互动的机会 Trust me 我这个都是经验 我讲的这个东西 都不是个理论的东西 我已经可以跟神 有很多的互动 是因为我知道他怎么样 我知道他的习惯是什么 神是可以被经历的 真知带来满足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 等一下我们就有一件青石 然后我们弟兄姐妹 要彼此交通聊天 我们要享受你 给我们新的一个礼拜 我们也要把你自己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且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 但是我们没关系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顺境感谢 逆境更感谢 因为逆境更显示 你是在我们当中 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 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安慰 鼓励提醒 甚至责备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 我们今天就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